之外 它可以用insert、delete、update跟close 大概主要這些 那其實一般的坊間書籍 比較喜歡 我發現他們比較少用seql語言 其實說真的 你用seql語言可以搞定一切 那坊間書籍還會用到像insert、update、delete的這些方法 甚至我看過有蠻多書 都很喜歡把這個seql database的這些東西再包成一個類別 那你必須要實體化之後才能用那個類別 我發現奇怪 其實說真的 這沒有那麼複雜 為什麼要把它弄那麼複雜 比如說名稱也許叫什麼seql database helper 坊間很多書籍就這樣寫 但是有沒有意義 我是覺得如果你只是很簡單的需求 千萬不要把程式搞那麼複雜 OK 應該那個 技巧應該有看過類似這種吧 很多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dark不必要 你就把它同一個類別就好 因為你如果放在其他類別的缺點 就是說你要用它 你一定要懂得一些java的物件導向的使用觀念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把它宣告成一個物件 第二個你要傳遞建構值 比如說你要把自己activity傳給他 然後再去呼叫他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比較沒有這種觀念的同學 你一定會頭痛 哇 怎麼會這麼複雜 其實那如果你把它寫在自己的類別裡面 你就直接可以 就像說你的東西 不需要說沒事幹嘛找一個倉庫去放 你明明書桌旁邊就有抽屜嘛 你就放著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一定要跑到那個郵局去開一個信箱 然後你那個東西又不是非常的珍貴到一個不行 除非你是那種什麼黃金珠寶 那有必要 可是如果你只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那麼複雜 對 那前提就是如果 假如那個東西是真的非常重要 第二個是可能會跟其他人共用 或者是你重複性會使用 那有必要 否則我是比較不建議 那等一下也會舉實際例子來看 因為像我們這本書 他第三個範例 就是把它包起來 但是我覺得包起來太 後來我把它解構了 不要包起來好了 OK 那就把它放在同一個類別就好了 不用再另外多一個 可不可以做到 一樣可以做到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還不是一樣 OK 所以那個物件導向到底解決什麼問題 其實解決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大量生產 或者是大企業 每個人都會共用 這些問題可以 但是如果你只是小單位小企業 就一直舉來 你本來是一個小攤販 你幹嘛搞得跟一個百貨公司一樣 我包三包 給你好不好用 合不合用 當然不合用 一個小攤販他就怎樣 收錢找錢就好了 對不對 你弄一個悠遊卡給他 對不對 說你以後可以 到攤販可以刷悠遊卡 這個是利多還利 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 就是說簡單的事情 簡單處理就好了 但是有的時候 在一般的書籍裡面 他不會告訴你這一切啦 怎麼用 反正就是寫上去就對了 大家是不是這樣用 其實不見得 OK 所以這邊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裡面的話這邊講義裡面都有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使用SQ去執行這個方法 裡面特別注意 在那個建立table的這個地方 建立table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個 那因為我們的範例裡面 有一個地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今天是用這一段語言 第一次跑可以 可是呢 如果你第二次跑就掛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一次會建database 再來就是建table 可是如果你第二次在uncreate 他會檢查有沒有database 有他不會新增 但是table的話呢 他會再新增 可是如果我說你今天呢 已經有這個table了 但是你又新增的話會怎樣 程式就掛掉了 連啟動就無法啟動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出 這邊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再改的 上個禮拜我好像在程式碼裡面 有多了三個字 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有沒有發現 你們上個禮拜如果回去有做練習的話 應該一眼就看出來了 但如果沒有做練習的話 或者你是複製貼上就完事的話就看不出來 最好當然是可以自己動 其實我 我的程式碼多了三個字 在哪裡 create table 這邊 加了三個字 叫什麼 if not 什麼呢 existe 這樣子 OK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少加這三個字 一亂起來 奇怪 老師為什麼第一次可以執行 第二次不能執行 都一直問一次 那說真的我也是 沒辦法我講過了